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严桥各国来说 应首先加深了解 把大陆桥当成一座促进相互了解之桥 彼此都应该 了解他们的美丽 了解他们的文化 了解他们的经济实力和他们的巨星 我想这一点是非常有用的 因为只有了解才可能讲到投资 才讲到合作 十年前当比利时杨森公司创始人保罗杨森博士提出在中国西安投资办场时 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反对 主要理由是西方公司在社会主义中国绝不可能赚钱 今天西安杨森已成为比利时杨森公司在国外兴办的12个公司中规模最大的一家 其累计上吊的税金相当于再建三个西安杨森 股东们也得到了4亿元的回报 十年前反对在中国办场者是由于对中国缺乏了解 十年后 比利时杨森公司与中华合作伙伴商定 将合营期限从20年延长至50年 并增加注册资本 则是以这十年中 杨森公司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关政策市场状况 以及西安的投资环境等各个方面深入切实的了解作为依据 同样 今天欧洲许多公司企业在高度评价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 对在中国中西部投资开展合作等问题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迟疑和担心 也是由于对作为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重要基地的中西部不甚了解所知 曾帮助许多德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德国投资与发展公司高级副总经理米尔泽先生认为 目前许多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更多的侧重于东部省份或沿海地区 我确信 东部经济的发展必然会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渗透 这样投资流向也自然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 这种判断来源于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关情况的分析研究 也就是在了解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了解有利于沟通 了解程度深浅影响选择的政务 新亚乌大陆桥严桥各国各地区如能不断加深对彼此情况的了解与把握 则会对推进相互交流与合作竟然实现共同发展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是中央台报道 作为承担世界上最大教育任务的中国教育界 1997年在实现高校全部病轨改革的同时 将把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文盲 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此国家将拨款39个亿 同时调动来自地方各级政府的百亿资金 增加对贫困地区教育的投入 日前一份来自中国国家教委的统计表明 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文盲 为主要目标的双击教育工程 已在96年底完成了第一阶段计划 中国的1482个县 50%的人口地区实现了双击目标 1997年双击工程将进入攻坚阶段 在97年我们要新念收400个左右的县市区 要继续扫除400万左右的文盲 使得普九和实现扫盲的县区 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5%以上 据了解 双击工程的最根本目标是在2000年前 使全国85%的人口地区实现普九教育 15到47岁以下青壮年文盲率降为5%以下 这项工程将分三步走 1994年到1996年为第一阶段 1997年到1998年为第二阶段 1998年到2000年为最后阶段 1997年实施的第二阶段将呈上启下 目前江苏和广东以及京津户等 经济发达地区已在省区范围内 全面实现了双击目标 浙江 吉林 山东等省也有望在今年达标 而一些经济特别落后的地区 小学阶段入学率仍比较低 这使许多新文盲不断加入到已有的1亿4千万文盲人口中 为此 在本世纪末 国家教委将加大扶持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力度 9599 国家拨款39个亿 要求省级政府再配套 一比一配套 这个县乡政府也按一比一配套 这样可以调动上百亿的资金 来帮助贫困地区实施义务教育 我们相信到本世纪末 这个青壮年文盲 这个降低到百分之五以下 还是要忧保我的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广东台记者刘宝川和通讯员的报道 长州市爱国运